不通的話那其實剛好 我的手機 其實 像我的手機裡面應該你們的手機也有啦如果你是Android的手機的話就是那個Google的手機 在那個上面設定裡面呢就會有一個是那個叫USB的那個網路共享 那你就把這個模式打開 不過我前一支手機好像設定的地方又不太一樣前一支手機好像直接插上去就跳出來直接問我要不要共享 那每一支手機可能就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只要你把USB插上去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安裝相關的驅動程式 然後自動呢就可以連線網路所以我本來我們這邊的電腦網路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呢把它設定好之後現在就可以連線了所以我可以直接 像說發mail啦等等的 那另外那個 如果你是 筆電的話啦其實筆電的話其實也不用那麼麻煩你就把它什麼那個 網路裡面有個共 個人熱點啦 我這邊是叫什麼熱點那其他的手有些手機是 叫什麼什麼網路共用之類的也是類似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手機 當成是 一個 上網的一個分享 分享器啦 那你手機如果可以上網那當然 你的電腦或者你的筆電呢也可以上網了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需求其實我想應該還是會存在因為以後 如果剛好你遇到了比如說 偶爾公司 網路不通 或者是剛好家裡網路啊突然 不知道莫名其妙有時候中華電信或不知道什麼原因 突然給你斷線 那剛好你有緊急的事情要處理要連線網路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是建議你就可以至少 有一個 暫時可以解 解套的方法不然的話你有時候 剛好緊急要用到那個 網路的時候剛好沒有網路 那就很麻煩了 尤其像現在 大家對於網路的 依賴度 非常的高嘛 所以所有東西像我們上課的資料都在雲端上 那如果說沒辦法連上雲端的話 那後面的課程當然就會 就會有問題啊 所以在這地方的話 我們上禮拜的東西 那當然現在 可以連上網路了 所以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 我預估本來也是要上一些可能跟網路有關係的啦 但是 就是從網路上上抓資料的部分 那所以呢上禮拜我們 那當然今天的話如果網路不通 這有點麻煩了 不過他 或許我可以做demo 我可以run 但是呢 至於你們要 假設你自己有筆電的同學 還 反正如果可以連線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至少知道那個流程 然後將來的話 在 也許等一下可能網路通了再練習好了 我大概講一下 那上個禮拜 主要是延續那個 就是 上禮拜的 所謂的單次查詢 把它改為批次查詢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啦 其實我們在做單次查詢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也是利用那個 錄製劇集把 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什麼功能呢 篩選的功能嗎 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這個範例裡面我們有 之前提到就是在那個 問題05 我們實際上單次查詢 這個程式呢 當然不是從頭寫的 而是怎麼樣 你利用那個 Excel裡面的篩選那個功能 那那個功能他其實很方便 可是問 問題你如果每一次都要手動去把你需要的東西一個一個自動 找出來的話 那其實這個地方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利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那篩選這個功能呢 做完之後呢 當然喔 我們要查詢什麼 查詢 某一個人的話 那你可以把 某一個人的這個動作 就是你查詢的過程 把它錄下來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我們的 Excel裡面 假設你不會寫一些程式的話 我是覺得Excel的VBA 在這個地方彈性其實還相對的比其他的 那個程式開發 環境還要更 更人性化一些啦 因為這個 錄製劇集其實也是 Excel VBA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其他語言如果你 寫不出來 你程式不會寫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VBA裡面呢 還有一個叫錄製劇集的功能 它可以怎麼樣呢 把你做過的動作呢 把它錄下來 變成一個程式 好那那個程式當然你不是說錄完之後就沒事了 你可能錄之前你要先彩排過 因為不能亂錄 只要你有一個動作做錯 那他也會幫你 把那個錯誤的那個部分錄下來 另外你少一個動作也不行 多一個動作也不行 所以你可能那個 要先把步驟先彩排一下 那有一些時候呢 可能還是要學會一些快速鍵吧 比如說我們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個 一般同學可能平常比較少用 可能用選的啦 不過選的缺點就是 可能選出來的結果 會沒有彈性 他選完之後就固定了 所以盡量還是用什麼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種組合鍵呢 去錄製劇集 問題會比較少一些些 然後呢錄完之後呢 當然呢 你就要記得怎麼樣 再去做那個 我們的 什麼相關的 整理啦 像那個單元的 我們前面是 講到單元的 這個05的部分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怎麼樣 再針對這個部分呢 去做一個 給他什麼 加上註解 加完註解之後的話呢 再 再把 可能需要改變的地方改變 那做完之後 當然你的那個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篩選業務的按鈕 那你可以先錄製聚集 聚集步驟在這裡 OK然後呢 錄完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做錯 不過特別注意啦 就是說 你錄製過程當中 真的少一個動作跟多一個動作都不行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呢 就是因為少一個動作 做出來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還是要再檢查一下 可以跟我的 做完的程式稍微比對一下 那最後呢再去針對你可能會改變的 像我們業務姓名 會改變的話 那這邊加一個變數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的話就把三個地方改完 那這個按鈕基本上 就做出來 就可以去做 查詢 業務的部分 那做完一個 那將來如果 我要不止一個 因為如果你 一個一個 假設你的所有業務人員有這麼多個 你每次都要手動去查 其實還是不夠快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做批次的 那做批次的話呢 基本上 就上個禮拜講的 那當然你就是找到那個單元的第 第六 批次 批次的話上個禮拜的東西也在這裡 程式嘛 那你主要我們 做的那個部分 基本上呢 就是把單次 改為批次 不過如果你要做批次之前 可能要先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要先建立清單 為什麼要建立清單呢 因為呢 你要查詢是會有個範圍的 然後呢 當然你要批次的話是要很多個 比如說你就不是一個業務員 你要給他 這是一個 很多個業務員 OK 那他會根據你這個很多個業務員的 自動幫你全部查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批次的話 其實就是多一個批次的動作 那 批次的部分的話 一般習慣上 會先給一個清單 所以你要先知道怎麼建立你需要的清單 那建立清單裡面呢 我們是利用移除重複這個功能啦 應該沒問題上禮拜才做過的 所以往後你要做批次之前 你要先有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 來源呢 其實就是把 原來你那一個 比如說業務那一欄 可能裡面的話有很多 資料 但是會重複嘛 你就把它移除重複 留下不重複的資料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資料裡面 總共有幾個業務員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 這個地方 如果 舊版的移除重複 不行的話 沒有移除重複 不是不行 是沒有移除重複的功能的話 那剛好底下 我們好像有同學也提到了 我覺得這個 這邊有個叫 用進階篩選 也可以達到 移除重複的功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移除重複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清單 再來把什麼呢 把單次查詢的資料 放在哪裡呢 這個是單次查詢的 我也把它摳過來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P4 P4篩選的部分 中間 外面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因為我需要呢 去抓那個清單裡面的 總共六個業務員 所以我這邊可能需要 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for I 等於第幾個 業務員的清單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清單裡面 就會 在清單裡面呢 去找到 那個第1個業務員 然後幫我怎麼樣 丟給X 本來X是用input box 你這個時候呢 是取得那個清單 然後再去做查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反覆反覆查 查完之後呢 他就會自動幫我產生 我要的那一些 業務員 所以這個我想 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看一下上個禮拜應該這個地方 上禮拜的東西我看一下 應該基本上 做完之後的話 應該 這個 這個好像是 舊的 06 OK那 再來 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那個 上禮拜有 如何增加那個 狀態列 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 要繼續來看那個有關 如果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不過 現在看一下 因為剛剛網路是不通的 現在 看看有沒有 每一次都這樣子 實在是很麻煩 要上課 已經講了 這樣 如何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從雲端裡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 在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 我一樣有放那個雲端白板裡面有放 還沒切嗎 切過來嗎 切了切了 等一下在那個雲端上有下載網路資料 那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總共舉了有三種方法 網路上的資料怎麼下載 第一種方法是 股市的當日行情表 所以也許你可以先把那個股市的當日行情表 把這個範例下載下來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從那個雅虎的股市裡面 去 假設你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們 假設情境是 利用那個雅虎的 官方網站 TW點雅虎裡面 然後進到裡面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那個 就是叫做股市 股市裡面呢 如果你希望呢 假設你是股市 就是你是投資 你可能想要做一些投資的話 那這邊有個當日行情 不然你就先看一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 把那個 這邊的所有的類股 假設水泥一直到受益憑證 全部都下載 以前的話你可能就要點進去 然後呢 找到之後把這個複製 貼到 Excel 然後總共有三十幾個 你可能要貼三十幾次 而且呢 這些資料每天 不是每天喔 每分鐘都在更新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更新的話 那你一定 又要再複製貼 又要複製貼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那假如說你希望怎麼樣 欸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第一個 可以自動幫你下載到Excel OK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因為不只一個 所以你可能需要 批次的下載 因為如果你沒有批次下載的話 你變成你要 單次 單次下載 你要下載很久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上一個範例有點相似 只是說資料是在網路上面 我們要怎麼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先點擊水泥好了 上面不是有一個連結 按右鍵把它複製 接下來請各位 開啟 也許你乾脆就下載 那個我們的股市當日行情表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呢 這邊把它啟用編輯 這個是我們所有類股的 清單我先進去 假設我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再來的話如果在Excel裡面要下載資料的話 通常會用有一個Excel裡面的功能 叫做資料 裡面的從web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你的資料來源 是從網路的話 它就有從web 那我把它點下去 它會跳出一個畫面 其實這個畫面 簡單講起來呢 是 把IE瀏覽器怎麼樣 直接幫你把它遷入到 這個裡面 OK 直接 什麼 意思就是把這個網 這個 IE瀏覽器呢 直接遷到 Excel裡面 那如果說你要把 你剛剛的那個資料下載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網址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按一個到 不過Yahoo也是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就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 我們剛剛的資料 等一下 讓它再跑一下 問你是不是的話 最好把它選擇是 那如果說呢 再倒一次 那是 那各位可以看到 理論上 不因為這個我們的 IE的版本 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所以 它現在應該是 可能IE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現在是不是 IE8吧 現在好像最新到11了 如果你是最新的話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這邊的話你會發現如果你要你 你需要的資料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會是這樣的一個箭頭 不過這個圖書 不過假設沒有關係 一樣可以勾選它 勾選它意思是說你要把這個資料 匯入到哪裡呢 所以你按下匯入 匯入到A1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資料 匯入到我們的 這個Excel裡面 但是 我試過就是說 如果用那個 20 13 或16的話 下載 好像是正常的 可是 2010 以前的版本 好像會發生錯誤 不過 我們先試試看 因為這個 Yahoo的那個 網頁 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 重新再 調整過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網路資料 有沒有 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有沒有 這個原來 最後你可以把 A欄給刪掉 這A欄假設不要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一個水泥 可是問題呢 你不只一個水泥 你可能有 總共有三十幾個 水泥 食品 等等 這麼多 那如果你希望做出什麼 一鍵完成下載所有的 Yahoo股市資料 那要該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重點 那 當然你要下載的話 第一個 先 試一下 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我是建議你可以 這個 或者直接乾脆開一個 空白的 可以啦 你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去Yahoo股市 從web 把剛剛的 這個網站 貼到上面來 貼到上面來 試一下 貼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 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 把剛剛的動作 錄製下來 因為你錄製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裡面最大的 重點就是 那個網址 跟 幫你把最後東西 下載到哪裡 那未來如果說 你要跑一個回圈 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很快的可以 跑回圈 然後呢 去變更它的超連結 跟變更它下載的位置 它就全部幫你下載下來了 那個概念應該有啦 只是說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首先第一個 先了解一下 如何從 網路上 下載資料 到Excel OK OK 那第二個再來 解決什麼問題呢 解決就是 下載到Excel 的這個 這個 部分呢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自動化 你如果要自動化就錄製 聚集 再來的話呢 如果錄製成聚集之後 有沒有辦法把它全部 比如說三十幾個 股市資料 一次 全部 幫你下載下來 當然是可以啦 只是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部分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個 股市當日行情表的這個部分的練習